爹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 晚上和大家一起来相见 让我们一起起来 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面教的比喻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路加福音13章18到21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颗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坐在他的枝上 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比面教 有夫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只能到全团都发起来 我想今天这个比喻 同样让我们关注 神国的争议和神国的道理 但是和上两次讲到不大一样 你记得吗 我第一次讲的是 撒种子比喻 有个人把种子撒在不同的田地里边 有路旁的 有土浅石头地的 有荆棘里边的 又在豪土里边的 第二个比喻讲到 有人撒了卖种 又仇敌撒了败种 我们看这两个不同的结果 这前两个比喻 主耶稣都亲自做了解释 所以我们理解上 不会有什么奇异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今天面教的比喻 就会很多人带来困惑 为什么呢 因为面教本身有好有坏 那么平常我们做馒头 烤面包 酿酒都需要有酵 有人读成酵 这是个多因字都可以的 它是一种真菌 据说在全世界 有1500种之多 那好的酵母 就是我们可以用的酵母 来做面包 做馒头 做包子 酿酒 做泡菜等等 这种好的这种微生物 但是也有不好的酵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墙壁有发霉 我们看到房屋有发霉 我们看到有人有脚气 这些都是酵的结果 就因为酵有好有不好 同样这段圣经呢 有不同的解释 那有人认为 在这里 这个妇人 把笑放在面团里边 这是一个好的教 就代表福音 代表信仰 代表神国的价值 然后教会随着福音变传 逐渐扩大影响力 改变环境 改变人生 那象征教会的兴旺 和福音的未来 但另外有人说呢 那那那不是 这类教呢 其实讲到 代表信仰里边的 一个歪曲扭曲 甚至保罗都讲过 在哥林多前书说呢 把这个教呢 要除去 免得影响教会 所以你看 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比喻 就带来很多 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我觉得 透过这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学习 一个解经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来辨别 如何来了解圣经 那另外一方面 在圣经里边 我们看到 对教 对教这个字呢 其实呢 常常是负面的 我们知道 在这个以色列的节当中 有一个除教节 就是以色列 他们在过节之前 家里边 瓶瓶罐罐瓢盆 把一切发酵的东西 通通都拿掉 另外他们 在于月节的时候 他们要吃无教饼 就是不能发过 这是我们称 这些死面饼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传统呢 因为在 旧位圣经里边 的确 这个笑 代表一种罪恶 如果讲到无教饼的话 你不得不记起 于月节的那天晚上 那是第一个月节 当时神明了 以色列百姓 要离开埃及 因为这个命令 太突然了 所以那些富人 都来不及发面 说立刻出发 他们急急忙忙呢 就烙了死面饼 就是没有发酵的饼 就带到路上去 我们知道后来 他们经过千辛万苦 过红海 在旷野漂流 终于到达 加南美地 所以神 不让他们忘记 过去这些历史 说明要纪念 于月节 他们就用无教饼 所以无教饼呢 其实真正的意义 不是代表教 是有 有罪 或者是不好 来让他们来纪念 在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仓促地 离开 为奴之地 有一天呢 回到神的国里边 回到神所赐的地板 这么看到 圣经里边呢 对教呢 有这样一种看法 要除教 但是呢 在圣经里边 教不是都不好 那有一种谣记 就是宿记的一种 也要用发过教的饼 来献上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教在圣经里边 是中性的 有不好的象征 有不好的这种比喻 但是呢 同样呢 也有 在圣经里边 可以用到的 那在西约圣经当中 那讲的更多 那有一天呢 我记者在马可福音 十四到十六节 耶稣和门徒 他们一起行路 就门徒忘了带饼 然后耶稣说呢 你们要谨慎 要防备法利赛人 和发毒该人的教 当时呢 他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说饼 你怎么又提到教呢 他们以为呢 耶稣是提到 讲到饼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门徒带的饼 都是发过教的 我几次去以色列 我都特别注意 在以色列这个老城里边 有很多这个烤饼店 他们把这个发面 做成一个饼 很好吃 干干脆脆的 所以换句话说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他们都是吃 通常都是吃 发面的饼 发过教的饼 那为什么要讲 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呢 我们说法利赛人 他们是在以色列当中 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人 他们真的很敬虔 他们的信仰很纯正 而且他们很遵守 当时摩西的律法 他们奉献 他们怜悯 或者信实 他们做了很多 但是恰恰 他们做这些时候呢 都是注重一些表面 所以他们的信仰呢 可以说是很肤浅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们说得多 看别人多 自己行得少 有人说他们也是 曲解圣经的本意 比如圣经当中说 实践说你们要孝敬父母 要赛养自己的父母 那法利赛人说呢 如果你把钱都捐给教会了 捐给会堂了 捐给神了 你就有责任 不要去管你的父母亲 你可以看到 他们常常用自己的遗传 代替了神的教训 那法罗干人的教 有时候和西律教徒 同样的 他们是在当时 信仰当中的不信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不相信灵界的事情 他不相信复活 也不相信天使和灵 你不要忘记啊 法罗干人是在当时 以色列这些社群里边 非常有权势的人 这些人呢 竟然不相信天使 不相信复活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在圣殿里面 工作的一个无神论者 这么看这两种 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 灭教的比喻 很有意思 我选了两个 其实呢 就是把建材种的比喻 和灭教的比喻呢 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 我觉得这是一对比 放在一起 互相可以来解释 互相可以来印证 这里讲到说呢 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 原来是种在园子里边 长成大树 天然的飞鸟 都刺在它的枝子上面 这在中东 那个地方的芥菜 和我们国人 华人的芥菜不一样 我们当成什么榨菜呀 一些都是那些 长得很小的灌木 但是芥菜在中东地方 是很大 可以长得很大 所以一个小小的芥菜种 我们常说 芥菜种的信心 可以长成大树 同样说呢 这个面教 很小 什么面教呢 今天我们去买 那个酵母 Easter 到商店里买来 那是一个进化过的 一种酵母 它里边只是有这个 里边有这个 这个发酵的这种乳酸 但是呢 它去掉一种别的杂质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当用这些面 发的时候呢 不需要放简 在以前 他们用面 酵发面的时候 因为里边不纯 所以我们用简去中和 所以讲这些尝试呢 对我们理解这个 比喻很有帮助 在这里讲说 面教放在面里边 福尔放在三斗面 大概有20加仑 很大的一批面 可能准备一个party 开一个大的机会所使用的 一点点教母 就可以让全团都发起来 如果说是芥菜种 代表天国 芥菜种代表信心的话 那同样和它一起 相对的面教 只能是正面的 就代表说 一个真正的 一个发挥 一个影响力的 它不在乎太小 而且面团发酵呢 是隐藏的 放进去好像不知不觉 面团就发起来 所以你不会发现 面团突然就膨胀起来 不是的 它慢慢慢慢 而且把它要盖起来 藏起来之后 它就开始发起来 影响整个的面团 所以相信呢 这就在圣经里边 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面教 会带来影响力 那我们下边就看我们 第三点也是今天本章的重点 面教是天国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 如果你要看整个圣经历史 就发现很有意思 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后 其实带给门徒呢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开始 你先想看 耶稣不在了 他们吃喝都有问题 而且当时的官府 还有犹太会堂 对他们极力地打压 没有人能够想到 这十几个落魄的门徒 在几十年之后 他们真是影响力 不只是在耶路撒冷 在犹打全体 整个的欧洲 甚至当时所谓的地级 就是西班牙更远的地方 福音都变传 所以这就是个面教 不知不觉 就产生影响 所以天国影响力呢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那第一个呢 就是面教可以改变生命 我们看到好多好多 这就是生命改变的见证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说 比如一些囚犯啊 一些强盗啊 他们改写归正的故事 那我今天就讲一个故事 你都唱过 奇恩典吗 奇恩典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 颂唱的一个首诗歌 但很少有人知道呢 这个歌词的作者呢 是江牛腾 就是这个约翰牛顿 这个人他小时候 是在英国长大的 他爸爸是个西班牙人 是一个水手 做航海业的 他妈妈是一个英国人 非常敬虔 他小时候就跟我很多 基督徒的孩子一样 在教会里面长大 读经祷告 圣经呱呱熟 但他后来 十一岁的时候 就跟他父亲上船 就过一个漂流航海的生活 他后来又被去征兵 然后呢 他就逃兵 又被抓回来 最后呢 退伍之后呢 又继续在船上工作 但这回上船呢 他不再是个水手 而成为一个在船上 贩卖黑奴的一个领袖 当时他们在非洲 就是买来或者抢来 成千上万的黑人 然后运到南美洲 运到北美洲 如果他们生病了 也不去治就丢在海里边 任鱼虾吞食 所以他在后来这一生当中 可以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每一块钱 都沾满了那些黑奴的血 但他后来在船上 他碰到一个非常敬钱的船长 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是个船长 他虽然是不参与贩卖 他是个船长 他尽心尽力 非常有爱心 所以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从这个人的身上 就好像面叫一样 所以约翰牛顿 他里边就开始改变 他就想起过去读这个圣经 想起母亲的教导 他觉得自己罪恶深重 于是呢 他就开始思考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 我得了金钱 对我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后来呢 就离开这个贩奴船 然后他就研读神学 读拉丁文 读西伯来文 他后来成为一个牧师 但是他不只是成为牧师而已 他后来极力地 这个鼓吹 或者极力地来宣讲 要废除贩卖黑奴这个勾当 所以切恩点 就是他讲到过去 他的生命 过去他的罪恶 但今天呢 他被主寻回 请问 他如何寻回的 就是因为 看到有一个榜样 那个面教在他心里面发酵 然后呢 是他生命改变 那我想呢 在中国 也有一个中国的 就是John Newton 他说习圣魔 就是圣过魔鬼 但这个名字呢 是一个改过的名字 他是山西临风的 一个出自一个儒家家庭的一个人 他虽然很有学问 还会去中医 但后来呢 却深深地陷在毒品里面 当时到毒品 把他残害到 他不能够走路 每天就是靠鸦片来生活 好呢 也是呢 有一个David Hill 一个牧师呢 是一个西方的宣教士 就带他信中 然后呢 让他能够戒毒 而不只是 用这种戒毒的方法 更多用爱心 帮助他 因为这个 宣教士的爱心 的影响力 所以习子职 就改心基督教 而且心里非常的虔诚 他信主之后 他也帮助很多很多 在这个鸦片里边 不能够自拔的人 他写了很多很多 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诗歌 那以前 我小时候唱的一些 中国的普天颂赞里边 就一两首 洗圣魔的诗篇 所以可以看到 一个生命 透过面教 可以带来改变 那第二就是要 改变文化 所以其实基督教呢 不只是一个信仰 基督教是一种文化 文化带的影响力 是超过你的说讲 超过你的理论 我就想着在 1807年 那英国有个宣教师 叫马里顺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来到香港 当时就开始学中文 他第一个编撰 中英文的字典 他27年当中 我问大家 他带了多少人信仲 27年当中 你说多少人信仲 你说可能是 一百 一千 一万 十万 但是我讲一个数字 你听了觉得很寒心 他27年当中 他27年当中 只带领了 十个人信仲 你想看 一个西方 一个宣教师 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 只带了十个人信仲 但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十个人 他们从圣经里边 看到天国的文化 在圣经里边 看到耶稣的慈爱 怜悯 他们圣经就得以改变 这十个人 会从其他的宣教士 就在中国 一步一步带领 这样宣教的施工 我们看到 从十个人 到两千个人 到两万个人 到二十万个人 到两百万 到两千万 今天可能中国信主的人 大概要超过一千万 这一看来 当一个信仰 到达一个国度的时候 若是单单是信仰 如果不能够改变文化的话 这不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是要改变文化的 那么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几千年来 固然有很多很好的传统 但是很有很多的糟糕在里边 那国父孙中山先生 信仰组织后 他在英国在香港 深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当他后来起来 做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革命成功以后 他就决定 就要改变几个重要的 一个影响中国的文化 哪些呢 就是第一个解放妇女 他解放妇女呢 不是女权运动 不是 今天解放妇女 都是要女权兴起 但是他不是 他要解放女人的脚 你知道吗 那种女人多可怜 她们一个正常的脚 在她没有发育 到大脚之前呢 用布把它缠起来 而且呢 缠得越小越好看 你知道啊 当在一个文化的影响之下的话 缠脚本来是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妇女 都要急力去缠脚 再缠得越小越好 为什么 因为脚大 嫁不出去 我奶奶是个小小老太太 我觉得她走路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也走不快 所以当缠了脚之后 注定让妇女一生 不能够成为一个生产力 除了生孩子之外 所以她的经济不能够独立 而在家庭里边呢 也受这个男人的这种轻视 我们看到这几千年来 就从唐代开始 妇女的脚就被裹起来 因为圣经说 神造一切都是好的 神看来甚好 你为什么要自己要来缠裹她呢 所以当时孙中山就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父天族 就是恢复上天给你的一张脚棒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妇女的话 你要真要感谢上帝 因为圣经这样一种尊重 对神创造的一种尊重 使得孙中山废除这个天族 那圣经说 你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一定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怎么样 不能让她挟制 凡事都可行 你总不能让人跌倒 所以后来 在这个民国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一番戒严的运动 在之前宣教室 有这种戒毒的运动 所以好多的华人 用不了解这个历史 我们总以为 因为这个宣教的大批的宣教 是从鸦变战争 1850年前后进来的 我们总以为 我们的福音 是跟着鸦片船进来的 所以好多人 当讲到福音的时候 就跟鸦片来在一起 其实这个极大的误解 其实当时 那些鸦片船 有一个规定 是不带宣教室的 因为宣教室过来 他们就提倡 你做一个圣洁的生活 不去吸食打烟的 所以他们赚不了钱 这宣教室都要做别的商船 然后呢 经过几次周转才到来的 所以马克思有句话说 这个宗教 是这个人的鸦片 那个时候鸦片还是有药品 意思说 这个宗教呢 可以止痛 其实马克思并没有说 是一种毒品 但是后来我们就误解 所以看到 隋藏马里逊 到这个来了之后 他看到这些 弊病之后呢 他就开始改革 然后带来 我们看到 这之后呢 都带来改革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无论是这个福天祖也好 禁祖也好 一夫一妻也好呢 都是这种文化的改变 然后讲到 这个马丁路德 因为最近刚好我们看到这个民宿大洲 也正好有这种 因为这个 一个黑人 在警察这个执行当中 死亡的一个事件 引起极大的一个混乱 我们看到有些城市里边 引发暴动 但你知道吗 其实在60年代 美国的马丁路德 King 马的路德金 他的名字和1500年的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 是他的爸爸给他起的 希望他像马丁路德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关于他后来读神学 成为一个尽兴会的牧师 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讲演 是在华盛顿 就是《我有一个梦》 如果你要看他那个讲演 其实是讲的一个天国的价值观 因为他那个时代你知道吗 美国建国已经180多年 1960年 62 63 64 65 68 那个年代 美国的黑人是没有平等的 他们坐公共汽车 你要给白人仰卫的 学校里边是黑白分隔的 双色是分隔的 美国不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吗 是的 不是1620年新教徒进来吗 是的 所以基督教深深扎给美国 但是我们看到 这种种族文化的影响 到1960年 仍然在美国 横行或者是非常普遍 所以马登路德 今他就发起一个运动 这运动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非暴力的抗争 所以马登路德当时带领的这种民权运动 或者争取平等运动 他没有烧汽车 没有 或者是抢劫商 他没有 而是一个非暴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从小 他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特别注意到 登山保新的积极化 就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连索莱也转过去 让他来打 有人如果要拿你的礼衣 拿外衣也让他拿去 有人觉得很奇怪 萧牧师 为什么要抢礼衣不抢外衣呢 因为外衣通常很重要 人不可以他从他拿去的 因为在犹太人 外衣呢 他们冷了就当外衣穿 半夜就拿用这个当被子来盖 所以你要要礼衣 行 我外衣都送给你 所以他深深地受这种非暴力 就是以得胜愿的这种文化的影响 他甚至说有人强别走一里路 我就同意走二里路 所以二里路的精神 也正是马丁路的精神 他们看到 由于他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做法 我看到美国后来 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法令 那实行这个种族平等 那么华人 在美国其实也经历了 排华法案的影响 那好多台山 来的一些这种早期的移民 他们来这边 也是受各种的歧视 行业里面受歧视 甚至有歧视 很多被人来小看 大家感谢主 由于马丁路德看到天国的文化 他把它引进来 让我们看到 使美国的种族平等 有了一个开始 当看到 这个文化是慢慢改变的 今天你我都是移民 今天我们可能还不能够看到 完全的平等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看到的 就是有这样一种 现象会发生 改变社会 我觉得基督教到一个地方 改变社会呢 是往往被人忽视的 你要知道当时 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那个 欧洲的马丁路德 当时欧洲的教会经过了 差不多上千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有很多很多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比如说是教皇拥有了极大的权力 我们看到 当时有很多的社会的不公 所以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开始 就让欧洲有一个新的 一个风气的改变 在后来我们看到 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我们看到在英国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文化 还是工业就发生 所以欧洲的每次重大的改革 都跟基督教关系 如果你要退到 在公元一百年左右 或者一两百年两三百年 当时那些西方的蛮族 你要读西方的历史 当时在这个法国英国 当时都是蛮族野蛮人 他们就是南下 然后就灭了当时的罗马帝国 毁了当时罗马的文化 这些蛮族 他们在文化上非常的低 但感觉虽然罗马没有了 罗马消失了 但基督教文化 却改变了这一批征服者 我们看到后来 我们看到欧洲 也代表一个先进的文化 无论是音乐 服饰 哲学 这种建筑 都有一个新的高点 所以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那今天 当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要说的是 请问 面教和你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在讲遥远的那个妇人 那倒不是 今天神说 天国就好像一个面教 夫人拿来放到三斗面里 让全团就发起来 我见你放眼世界 大多数的国家 大多数的社会 都充满了不公 我们常常抱怨说 这个世代今不如期 我们看这个世界呢 好像是好景不长 我们抱怨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盐跟光 它有一个潜移 默化 有一个改变的过程 一个缩然无味的一个汤 放点盐巴 我吃在就有味 如果我看到有一个伤口 用盐水洗 就得洁净 一个黑暗的地方 当光照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黑暗就消失 所以无论是盐 是光 是无教 都是希望 我们今天基督徒 能够发挥一个影响力 你可能说 我能做什么呢 我既不是领袖 我也不是有影响的人物 我能够做什么呢 这就是面教 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意义 你不要小看你 你就是那个小小的面教 而你这是那个好的面教 你不是让那个发霉的 让墙壁发霉的 让鞋子发霉的 那倒不是 你是天国的面教 你虽然力量很小 但是你只要 愿意放出来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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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影响 你的环境 影响你的工作 如果一个基督徒 你在一个家庭里边 关系极端的混乱 恶劣的环境里边 但是你呢 却不计前仇 你以善甚恶 帮容 理解 这个家庭的文化会改变 如果你在公司里边 就公司里边 我们看到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偷工见料 老板在 老板在 完全不一样 或者是在上班的场所里边 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但因为你在那个地方 你不与他们于武 而你勤勤恳恳 不是做什么 不是给人做 乃是给神做 日久天长 你的公司会带来改变 我们是一小批的人 但是呢 你却带来影响力 带来影响力 不支持你的这种坚持 更重要的说呢 你也要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 比如在各行各业里边 你是医生 护士 律师 除车司机 厨师 美发师 做支架的 你无论做什么 都做得最好 林书豪为什么有影响力 不止因为他 的信仰好 比林书豪信仰好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同时 也是一个在求偿上的 一个解除者 他说 我每一张求都是为上帝打的 阿们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在今天疫情当前的时候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景象 我们过去的做法 过去的文化 过去一些习惯 都改变了 我们好多人灰心 好多人失望 好多人看不到出路 我昨天早上起来 我分享 这个遭到会的时候 神经说呢 你要等候 要等候 耶和华人可以重新得力 等候不容易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来 但是如果你真的 你成为一个面教的时候 你等候的过程当中 就发挥作用 我鼓励大家 从今天开始 在家庭 在社区 在公司 在你临摄当中 你要成为一个面教 你虽然微小 但是会带来改变 阿们 一个芥菜虫 可以长成一个大树 你一个小小的一个教 要让整个的面团发起来 你发现 一个发起来的面团 有种香味道 我小时候 经过这个馒头店的时候 每次路过的时候 都咽口水 因为馒头很香 弟兄姐妹 你有基督的香气吗 有面团在你身里 在你心里边有工作吗 从今天开始 要成为一个面教 阿们 对旁边弟兄姐妹说 你要成为一个芥菜种 你要成为一个面教 让我们一起 来发挥天国的影响力 好 下面我们要唱 我们要听一首 这个回应诗歌 这个诗歌是很特别 也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一个新的突破 一个新的改变 就是我们用Zoom 然后这些敬拜诞 这些七八个弟兄姐妹 大概九个弟兄姐妹 分别在家里边 有人录好伴奏带之后 每个人唱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唱 然后集合起来 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诗歌 我在想 现在我们也不能够见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心 都在一起 阿们 我们就为这样的一个疫情 来祷告 巴不得有一天 我们能够重新回到 神的国内 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平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也和花下我们 满松坏的一年 是此平安的一年 又将我们将来 又指望 又丰盛又平安 Zither Harp 我和花下我们 乱说快乐一年 谁曾拼拼看你一年 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 自来又极臃 如风声又平安 我们不求你 我们都不愿意 你就应予我们 我们去求你 转心去求你 就必须见你 Zither Harp 也和花下我们 我们所怀的一年 是此平安的一年 要将我们将来 又指望 又丰盛又平安 От知译也 我们不求你 我们不求你 我们报告你 communicate 就应予我们 我们寻求你 我们尋求你 ztん心去求你 钻心去求你 求你 3504-4-5-31-Z 就必须见你 我们求求你 我们报告你 你求命令我们 我们求求你 关心求求你 我们求求你 我们报告你 你求命令我们 我们求求你 关心求求你 就必须见你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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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所赐的一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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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所赐的一年 大家觉得好吗 这是一个尝试 我知道师班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我也鼓励我们不同的小组 不同敬拜赞美团 我们都可以来做 在疫情当中 我们借着诗歌 彼此来连接 要把平安带给我们 好 那下边呢 我们欢迎新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肖牧师 在网络上 你就算新朋友 好不好 给自己给个掌声好吗 欢迎你 我也拍完友谊